好几天没给你们见面了 这前几天是因为这养女婿去出差 我一边带俩孩子 一边还要忙自己的工作 所以说就时更新时不更新的 然后这两天她回来 然后我们公司又开始举办 这个线下的招商 实体店招商活动 所以我是忙的 每天只能睡觉五到六个小时 实在是腾不住时间拍视频 先回答朋友们几个问题 就是有这一段时间 大家关心最多的就是大姐还有大哥一家 然后大姐不是前段时间感染 但是现在大姐已经痊愈了 痊愈昨天已经开始上班了 星期一 昨天星期一是吧 对妈妈说她已经开始上班了 所以大姐已经痊愈了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还有问候 然后大哥的一家现在还在隔离中 就是有两个孩子也被感染了 但是还没有痊愈必须还在家隔离 等到就是完全痊愈之后才可以出门 那天我去跟他们送食物 养女婿还没有出差回来 所以说也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和问候 然后呢其次就是还有朋友们就特别关心 咱们最多的一个事情就是 我看评论区每天都有好多朋友们问 就是我们一出门不戴口罩 大家都在问 而且为什么不戴口罩啊 给宝宝妞戴上口罩 给儿子戴上口罩 你们也戴上口罩 其实在我们这个州还好啊 就是为了人说如果你已经戴症了 如果人传给你啊 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说呢 这也是我们不戴口罩的原因之一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咱们这个州本来就不是很严重 出门也有少数的戴 但是好多人都不戴 就是如果你戴口罩也行 会给人有一种很另立的感觉 就好像你是得病的人才会戴口罩 所以今天也全部给大家做出一个解释 就是我们会注意安全的 就是不让大家操心 也不让大家就是担心 还有呢就是今天聊点其他的就是 我看最近好的朋友就是会在评论区问 安闲你跟杨女婿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有很多朋友关心咱俩是怎么认识的 阿姨们好 阿姨们好 哎呀真乖 小白兔 小白兔 两只耳朵竖起来 你就这样 两只耳朵竖起来 小白兔 爱吃萝卜和青菜 玩手手手手手起起来 蹦蹦跳跳真可爱 蹦蹦蹦一起呀 耶 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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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就聊聊跟杨女婿我们俩的爱情故事 我们俩其实就是在一次的偶然机会中 大学同学聚会上认识的 就这样吃了一次饭 然后呢那时候他正好回去中国 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去来中国学习中文 就是在阿克兰大学报的那个中文系 然后当时他跟奶奶他们两个一起回去中国 当时呢就是一见钟情 是吧 Hanny 他也看上我 我也看上他 所以说就是一直到现在 那年是2009年的6月17号 然后他第二天 我们俩认识了第二天 然后他就回来美国了 后来呢我们就留了彼此联系方式 然后呢就他开始给我打电话 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在QQ上聊天 然后再后来呢他就回去中国结婚 然后再后来呢就来到了美国 对 然后再后来就有了儿子 然后再后来就有了女儿 说的比较快哈 这11年然后被我30秒被描述完了 其实这样说的话哈 就是我们俩的爱情故事 真的可以写成一本书了 我觉得 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生活这11年哈 我们俩父亲中就是 其实其实属于那种先结婚后恋爱的那种 然后也也也确确实实哈 就是呃在两国不同的文化 然后这个生活习性不一样 然后就是也确实怎么说哈 就是摩擦出了就是真正夫妻之间 就是妻子和丈夫的一份真正的感情 所以说哈这11年来哈 我们也曾经吵过架 也发过脾气 是吧 嗯 嗯 他包容我 我呢就是脾气虽然有点大吧 但是 我自己都笑了啊 我脾气有点大 但是我我其实我还好啊 还好 哈哈哈哈 我还好主要是他 哈哈哈哈 主要是我们俩啊 就是他对我包容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呢 我其实说说白了 我这个人真的就是 我除了有点脾气不好 其他都还好啊 嗯 是吧 嗯 还好 哈哈哈哈 对啊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就是 呃有 夫妻之间 不是说 没有吵架的啊 都有吵架的 是吧 嗯 你要不吵架 真的就不正常了 是吧 我觉得吵吵闹闹 可以 如果你不吵架 就是 不吵架的人 就是因为一个人 没所谓 哦 对 对他的妻子或者招缝没有跟兴趣什么的 对是这样的 这也是我认为的 我觉得就是一对真正的夫妻肯定是要有摩擦的 你没有摩擦的夫妻那真的就是肯定是里边有问题 就是夫妻之间有问题 我们肯定没有问题 我们肯定没有问题 对我们肯定是没有问题 因为要有问题也不会走到今天11年 到这个2022年1月10号 我们俩都12年了 结婚12年了 你看看多快 所以说就是在这马上要12年的当中 杨女婿确实也对我包容了不少 但是我为她确实也改变了很多 我为你也确实改变了很多 这就把脾气比以前好了 我自己又笑了 是不是比以前好一些 比在哪刚认识的时候 大多时间是这样的 大多 不过偶尔那些事 偶尔还是很大脾气嘛 对那肯定 还好 还好就是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就是江山仪改本性男仪 就是这是骨子里的这个个性 爹妈给的 就是能改了 改一点都已经不错了 是吧 但是你要让我完全改变 那肯定就不是我了 估计你也不会爱我了 所以可能也你就是因为喜欢我的这个坏脾气 我真会为自己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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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看了我们俩就是 这就是我们俩就是 生活中哈 我们可以就是经常养女婿说 你有什么你可以跟我说 然后呢 我不单是你的丈夫 我也是你的朋友 咱俩可以坐下来聊天 然后呢 生活中是夫妻 超越生活之外呢 就是朋友 对吧 哈尼 所以我很幸运 这辈子嫁给了他 我曾经对我一个就是很好的闺蜜 国内的 我们俩聊天 我就对他说过一句话 我说我这辈子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情 就是嫁给他 对 我疼一 这就是我们俩夫妻 这就是你们喜欢的安闲 还有养女婿 简简单单 没有那么多事情 然后呢 所以说我们也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其实这不是炫耀哈 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就是真真实实 真真切切的一部分 希望我们为下个十二年努力 OK OK Are you tired of me 好了 那就聊这么多吧 然后也祝朋友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也祝大家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然后也祝你们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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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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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會